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美国的剧情片《彩券》 马克是一个盲人 可是盲人的生活并非充满悲观 他有着爱他的妻子,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对马克来说,残疾的生活简单又幸福 晚上和妻子谈笑,休闲的时候去教堂祈祷 或者和盲人和友一起聚餐 除此之外,马克还在一家房产公司 有着稳定的画务员工作 这份工作不需要眼睛 只需要一张能说会大的嘴巴 这晚睡觉前 马克和妻子讲起了自己最喜欢的笑话 有一个人天天祈祷,希望自己种彩票 50年来日复一日 终于,他虔诚的态度感动了天使 天使向上帝求情,让他种一次彩票吧 但上帝却告诉天使,自己也想让他种奖 可惜,他从没买过彩票 短短一则笑话,马克讲得温柔而幸福 深夜,马克在心里默默祈祷 我感恩拥有的一切 我对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很满足 我为今天而活,我想生每一天 我不与他人攀比 第二天一早,阳光透过轻薄的窗脸照在了马克的眼睛上 神奇的是,马克居然感受到了光明 这一刻,他心潮澎湃 多年来,马克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颜色 他惊喜而颤抖地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感觉着熟悉而陌生的家里 他看到了儿子熟睡和可爱的脸庞 在镜子里认识了久违的自己 他迫不及待地拉着睡眼醒松的妻子 激动地说自己能看到了 开心过后,他们马上去往医院检查 医生对此事也很非解 只能猜测是脑部的肿瘤缩小 截压了视觉神经交叉 才导致了马克的复明 不过,这次复明能持续多久 医生也无法确定 为了更好的观察病情 马克还住了几天院 确定无一场才放心回家 此时,马克起初的狂喜已经慢慢退去 数十年的黑暗 如今一朝踏入五光十色的世界 他反而坐在床边,茫然地不知所措 妻子仍旧贴心地照顾着他 帮助他适应突如其来的复明 马克对光明适应得很快 他去了空荡的教堂 又去了儿子的学校 也意外发现了儿子脸上的瘀青 原来,儿子在学校里一直被人欺负 他却一点都不知道 晚上,马克和妻子去了第一次相遇的社区舞会 看着舞池里偏人其物的人群 马克颇有点陌生 妻子将他拉入舞池 仍然开心地拥抱着 复明让他们更熟悉彼此 入睡前,马克抱着妻子 在他耳边承诺 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他会生殖,会带家人去度假 会买更大的房子,会和他一起逛街 妻子轻柔地抚摸着丈夫 听着他的理想,眉眼间满失笑意 其实,丈夫的父名已经是他最大的满足了 马克复工的第一天和往常一样 一通接一通地拨打着电话 身边的盲人老友Bob向他抱怨主管的无能 马克首次打断了他,让他不要再说了 不久,马克带家人外出度假 夜晚,妻子在酒店早早入睡 但马克却毫无睡意 他站在镜子旁整理好形象 趁着夜色去了附近的酒吧 暧昧的灯光里 他看见独处的美女上线搭话 浮华的环境让他的心也开始荡漾 他要求女士去共舞 俨然已经忘记了楼上的妻儿 悠扬的曲子响起,马克和女士相拥 此时,他好像重新找到了自己 这次旅行对马克的意义重大 一直置身于黑暗中的他 每天过着重复的生活 但复明后他才明白 世界原来是如此精彩 回家后,马克性情大变 他急切地想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 他剔除了屏子上的盲文标签 卸掉了家里的盲人栏杆 努力将过去的影子全部消除 他将盲人独有的东西全部打包扔掉 一如扔掉了过去的自己 上班路上,马克和漂亮的女上司在电梯相遇 闻着熟悉的香水味 马克不禁心动 会议室里,穿戴整齐的领导们互相交流着工作 马克心持神往 他多么想融入其中 下班后,马克马上去买了西服 开始健身 多年的眼望让马克付出了比正常人更多的努力 也锻炼出了他出色的业务水平 如今,在负面的加持下 马克的聪明天赋充分发光 他变得越发的帅气自信 在公司如鱼得水 业绩总是名列前茅 很快,他的优秀得到主管的赏识 如愿升职加薪 进入了领导层的办公室 和曾经的上司一起同桌开会 这晚,马克邀请好友Bob来家中吃饭 Bob开着玩笑说 马克已经是办公室之心了 但面对老友的调侃 马克不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 他显得有些犹豫 也不再愿意暴露收入 他悄悄告诉妻子 自己不仅升职了 公司还给他配了车 妻子高兴之余 有点担心不会开车的丈夫 如果是眼盲时的马克 可能会被妻子的关心感动 可现在 他已经是个成功人士 有了新的想法 他开始对妻子的担心感到不悦 此刻 在马克心里 妻子就没有了往日的体贴 他逐渐觉得 一直以来 妻子都与健康人的优势 在家里占取绝对的话语权 现在他复明了 妻子的优势也因此被削弱了 所谓的关心 不过是妻子害怕不能再控制自己 妻子对马克的想法感到莫名其妙 他以为丈夫还没有适应新的生活 所以并没有生气 可惜 随着金钱与权力的慢慢充盈 马克的心态早已发生了变化 他迫不及待地想做点什么 却证明逐渐强大的自己 次日 马克带着儿子来到学校 指责校领导处理打架一事 有失公寓 校领导不能偏袒其他学生 只惩罚他的儿子 接着 他要带儿子旷课 一起去野外玩水捉鱼 马克想儿子转到更优质的私立学校 但儿子却说 他不想为家里带来负担 这段时间 马克在公司的表现越发瞩目 特别是他为公司提出的创造性意见 不仅是老板刮目相看 也吸引了女上司的注意 下班后 马克约妻子出来吃饭 妻子对马克带儿子逃课的事很不开心 马克不觉得自己有错 但他已经没有耐心向妻子解释了 与家庭相比 马克的事也蒸蒸日上 在女上司的吉利推荐下 公司为他组建了独立的部门 去游说人们掏空钱包 傍晚 酒吧迷离的光线下 马克和女上司四目相对 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回到家后 马克坐在床边 突然询问妻子 当初他们在社区舞会第一次见面 他为什么会选择失眠了自己 是因为同情和怜悯吗 妻子抱紧了枕头 丈夫的变化 他全都看在眼里 如今风光无限的丈夫 开始计较起爱和同情的区别 只不过是脆弱的自尊性 不想再和过去有任何牵扯 两人去了社区的舞会 跳了最后一支舞 为彼此的陪伴 做永远的告别 离开前 妻子告诉马克 如果选择离开 将没有回头路可走 妻子一直是独立而坚强的女性 她曾为了婚姻付出全部 用微薄的收入 将儿子和盲人丈夫 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也许放不下这段感情 但出现裂纹的婚姻 她永远不会强求 妻子的放手 让马克更为自由 她住进了高档公寓 很快和女上司 确定了情侣关系 在灰暗的灯光下 马克叫女上司诉说着 自己一直以来的爱慕之心 她曾多次在电梯里 闻到她的香水飞 但只有此时 她才真正属于自己 情场得意的马克 在工作上也卓又成效 她将社区的人聚在一起 一次又一次地讲着 她最爱的笑话 她相信自己就是 那个中了彩券的人 她鼓励所有人 尝试新的方式 去当那个买了彩券的人 马克认为 自己靠努力获得了一切 那么听众也可以 和他一样抓住机会 可私下里 鲍博却对马克的一套理论 嗤之以鼻 他不认为这是什么机会 也许是上帝的一次玩笑 就像一个接力棒 只是暂时传到了马克的手上 而且就算有什么机会 也不应该成为他 抛弃弃子的理由 马克有些生气 他将鲍博的话 全部归结于嫉妒 两人话不投机 不欢而散 就在马克新的人生 走向更好的时候 现实却给了他一记 当头棒合 一日晨起 马克意外发现 自己的势力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 鲍博印发的传弹 遗漏到了老板手里 上面详细写着 马克在宣讲会里的欺骗 老板对此感到担忧 让马克尽快处理好 马克随即来到鲍博家 质问他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鲍博解释说 这不是针对马克 而是为了挽救那些 底层的人们不受欺骗 马克顿时暴怒 他以上位者的姿态 怒斥鲍博 并以解聘作为威胁 妻子和朋友的双双离曲 让马克开始怀疑自己 他不再像以前自信满满的演讲 眼睛里也多了一丝忧愁 后来 马克抽出时间去探望了前妻 前妻过得很好 他乐观自信 看不出半点伤心 简单的生活和往日一样 平淡而快乐 前妻早就知道了马克的外遇 但面对马克 他还是那么温柔有力 不过 他不会再同意 马克想要进门的请求 看着决然观上门的前妻 马克只好信心离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马克的视力越来越差 他几乎已经看不清镜子里的自己了 女上司想要帮助马克 却不太拒绝了 马克对女上司的感情复杂 也许是政府 也许是证明 可绝不是爱 他的演讲不再流畅 客户大量流失 老板对他非常失望 很快就将他解聘 换上了新人 马克独自一人回到家 此时 已然失去所有的他 拼命祈祷 疯狂地向上帝道歉 可惜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绝望的他将自己埋在被子里痛哭 他总算想起了那些曾经的朋友 他去找Bob道歉 可Bob早对他失望头顶 还揍了他一顿 怒吼着让他滚出去 马克只好开车去找前妻坤树 但模糊的势力 让他看不清眼前的路 他只能扔下车 跌跌撞撞来到了前妻门口 前妻看到马克魂不熟悉的样子 也猜到了事情大概 马克将头刻在前妻身上 喃喃道 你真好闻 尽管前妻心里还爱着这个男人 可是 他绝不接受破碎的爱情 他拒绝了马克的回头 最后的港湾也不愿意接纳他 马克落寞的离开了 如今的他又能去往何方呢 他以为中的彩权 却不想是一场恶作剧 可惜 曲中人散距落寞 而无法驾驭欲望的马克 只能永远深陷于泥沼之中 人在安逸得志时 永远也不会满足 唯有山穷水尽 体会到无尽的绝望 才会明白 简单平淡的活着 就是一种幸福 好了 本期这就要记得 希望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